天天重磅现场实时海量资讯 小伙伴们早上好 这里是每个工作日早期点准时与你见面的B棒来了 我是主持人泽鹏 新鲜热辣的娱乐资讯 这就为你送上 昨晚三生三世正式收官 担心巨荒的朋友们看过来 你或将华鞋一众嫔妃正在赶来的路上 没错如一转新路透来了 听说李庆饰演的湘飞虽然人很漂亮 头饰却实在一言难尽 还被网友调侃说造型神似白无常 而且呀 听说黄丧霍建华的帽子更奇怪 以至于看的嫔妃们笑场不能停 如一转的造型到底是啥样 这就让小八哥带你去找找 昨天有网友曝光了如一转的最新路透 虽然目前只是看着剧照过干瘾 但能欣赏到霍建华和董洁 张军宁李沁等众位嫔妃的盛世美颜 想必也是极好的 不过在其中几张片场路透照中 李沁扮演的湘飞 这高纵的头饰遭到网友的吐槽 有人说这造型透露出浓浓的影楼风 还有人表示这哪里是湘飞 分明是白无常呢 当年环珠格格的湘飞扮相明艳无比 而李沁版湘飞的颜值也不输 不过这造型实在是有点尴尬 此外还有网友爆料 扮演皇上的霍建华本来也有戴帽子戏份 却被同剧组演员吐槽戴上帽子像烤羊肉串的 嫔妃们看了笑到无法入戏 导演最后只好放弃让霍建华戴帽子 请问造型师在吗 话筒在这里 你要不要出来讲两句 私生饭是让爱豆们头疼的一大难题 近日陆寒发新歌亲自写词怼起了私生饭 而近日又有消息称 张一星盘陆寒怼私生饭 还表示张一星说这种情况要相互理解迁就一下 双方粉丝因此激烈开思 不过小八哥一看当时的采访原话 小绵羊原来是被标题党透露了 陆寒也是无辜躺了枪 在采访过程中 张一星似乎并不知道陆寒新歌的事 当时的对话也没有提到陆寒 现场是这样的 心疼小绵羊一分钟 粉丝们也别再互怼了 这一切都是套路呢 前不久奥斯卡颁奖典礼 闹出大乌龙 网友惊呼火酒剑 其实在各大颁奖典礼的漫漫长河中 火酒剑的事情屡屡发生 比如在二十多年前 第三十七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张国荣带着大哥大上台 现场连线巩俐一起颁奖 更让人意外的是 张国荣张口就是一口流利的金枪 那声宝贝简直太撩人了 喂 喂 喂 宝贝你在吗 喂你好国荣 哎 请你介绍你自己 嗯 大家好 我是巩俐 遥想当年 张国荣巩俐主演的电影 霸王别姬风头无凉 俩人也因此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来自香港的哥哥为了扮演好角色 在北京学习戏曲体验生活 还快速学会一口流利的金味普通话 虽说学语言也需要天赋 但小八哥还是想鼓励某些常来北上捞金 却国语超烂的艺人 如果有心 奶门也可以的 三生三世的追剧党们 除了姑姑和姑父 是不是也被凤九和东华帝君这对CP圈粉了 没错 看到凤九段位刻三生石的时候 泽鹏也被感动了 把名字刻在三生石上面什么的 想想都浪漫 可人民日报却说了 那么千万别入戏太深 跑去杭州那块三生石上去刻字 在文物上刻字 是违法行为哦 其实很多影视剧里的情节 要是真放到现实里 通通都要被拉去赛教育 比如大唐荣耀 狼牙宝 环珠格格 如果用今日说法的方式来打开 应该是这样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新界发来的最新消息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昨日收官 留下不少经典爱情桥段 比如凤九段位 在三生石上 反复刻下心上人的名字 场面惨烈又浪漫 看得观众哭成一片 不过人民日报随后发文提醒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入戏太深 杭州夏天逐四 那块三生石 可不是你们先见那块 带华评效果的三生石 在上面刻字 并不能让你脱单 更重要的是 希望想要模仿凤九的同学 及时收手 凭自身努力告别单身狗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同样在昨日收官的大唐荣耀 剧中小珍珠不慎落水 见义勇为的好正态 广平王跳水救人 却被小珍珠顺走了腰间的 传家玉佩 什么 你说是为了留个信物以后报恩 小姑娘 你知不知道 罗历时期年幼无知 还情有可原 长大成年的沈珍珠 还光明正大的将脏物带在身边 法律意识之淡漠 真是令人唏嘘 这里要给珍珠同学 看一个童年经典案例 希望大家对经济犯罪的认识 有所提高 还珠格格第二步中 小燕子等几名皇二代官二代 偷摘农民兄弟辛苦栽种的世子 被发现后毫无悔过之意 不但没有及时赔偿他人损失 还出口威胁 盗窃恐客双罪病例 迅速被蹲守官兵抓获 接下来我们要通报批评的 是被称为国产良心剧的狼牙榜 剧中梅长苏接受蒙大统领建议 在宅子里司发地道与京王私会 到时候你找一个府上擅长纵地数的人 直接挖通一条密道通到京王府 这样的话 京王就算平时不跟你见面 他也可以通过这条密道来跟你私会 法律界人士表示 梅长苏身为位列狼牙榜榜首的高级知识分子 知法犯罚影响恶劣 需要多加反思加强责任意识呢 近日我国多地发生碰瓷事件 先来看一组短片 看看碰瓷是如何发生的 如今碰瓷的手段越来越多样 手法越来越隐蔽 除了比较直接的平地摔 还有先二代叶华这种高级碰瓷手法 等我一下 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问题 广大网友应该学习王凯先生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安全 随时记得系好安全带 另外要提醒广大女司机 穿高跟鞋开车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你的行为很危险 提高法制意识 增强文明素质 今天的头条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下面让我们放眼国际 看看大洋彼岸都有哪些新鲜事 《金刚浪3》将于3月3号 也就是明天在国内上映 话说修杰克曼扮演的这个角色 已经有17年了 一路从狼哥变成了如今的狼叔 作为终结片 好好宣传宣传 那是必须的 这部迷离狼叔来华了 和大家打招呼时 还秀起了中文 那声音简直不要太酥 想不想听 如果我有仙女棒 变大变小变漂亮 还能把这金刚狼变成叮当狼 大家好 我是地铛狼 近日狼叔来华为其新片造势 不仅当着众媒体大秀中文 更表示一定要去夜市吃臭豆腐 臭豆腐 说我要 我要 我要 臭 臭 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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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台北的街头 寻找臭豆腐的狼叔 就被强势围观 幸运的迷妹们 还截锁了和狼叔的合影子拍 不过 合影怎么够呢 我们还想要这个 据日本媒体报道 野猪妹哭北珍惜 向大众发表手写公开信 正式宣布退出日本艺能界 之后会在家 作为一个母亲相父教子守护自己的家庭 面对枯萎珍惜的突然隐退 粉丝们纷纷表示不能接受 山下之酒和龟丽和野 时隔六年再次合体 野猪妹却在现在隐退 赏天这么少饭吃 希哥潇洒的甩手说 我吃过了 作为真爱粉 我们还是希望希哥能和他的偶像山口百慧一样幸福 当然也默默期待着你的付出 毕竟宫崎俊老爷子也是隐退没多久 就回来工作了 据韩国媒体报道 XO成员凯将担任日本连续剧春天来了的主演 在这部讲述家庭故事的治愈戏剧中 饰演一位韩国摄影师 这也是该台电视剧史上 首次邀请外国人担任主演 武力人妹终于不用抠脚 厉害了我的金演员 但是另一方面 韩国欧巴就这样进入霓虹国 银华妹子们也要开始抢你老公了哦 果然是惊开啊 这资源真不是一般人能羡慕来的 啥也不说了 期待我开的精彩表现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发布明星最新形成的时间了 各位名媚 往里走有好做 欧巴们就在前方等你哦 今天神仙姐姐刘亦菲和唐糖 将在法国参加巴黎时装中 在北京 刘能和谢广坤将代表乡村爱情重男神 出席粉丝见面会 想知道象牙山的男神到底是谁吗 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 稍后为大家揭晓答案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看完别忘了给我们留言或发弹幕进行互动 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哟 明天早起点 走欢迎